10萬訂閱就差你一個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春秋鼎盛 我是王春聖老師 大半喔 現在已經四方九十了 OTC過賣指數 今天給你一個上癮線 再來要怎樣 四方九十跟上癮線 是你的好朋友嗎 老師為什麼是這樣 你想看看 一般你起的時候都起AI 電動車 你敢對著 你如果沒對著的時候 現在撐回來 整理的時候是不是你好好看你手頭的股票 不好的換掉 換得更強的 一般還起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會賺錢 所以 不要看大半現在 OTC這樣 他撐回來整理對你來說 絕對是好的 心脈可以 聽一下 看看後一步要怎麼做 會半年 再過兩天 就夠了 我們來看今天的好歌票 來第一句 611的大雨姿 老四五月五號 在節目中和大家說什麼 大號的草莽 為什麼說草莽 什麼時候股票要去 什麼時候股票要去 什麼時候股票要拔 對不對 你看 老師以前說什麼 大號 去買股票 算好去買股票 你用頭想要知道 大號這個時候買股票一定是看好未來 要想老師說什麼 他是不是 有一個 東西要注意 就是他的新游市 七月份要去印度市場 南亞那邊 要掌市 現在 藏伊古董會開的時候 自己當事長就說出來 平台現在預約上限的 260萬人 已經260萬人 去台灣才有這種好風景 對不對 所以你看 藏一支掌停板 今天再掌一支掌停板 創播段新高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有 去新的市場 那個市場 中國 那人掌出去了 以前手機 去印度 幾乎都是 大陸的遊戲 現在掌出之後 台灣 誰生財 誰生財 所以他生財了 這位你看 還沒開始的 260萬人去登記 你看這就好嗎 對不對 再來 這今天 老師的會員的康訊 你看一下 6月27 10.9分 宮城會員 611大宇之 又有掌停板 繼續討 今天 老師的賴的後台 也有一個導遊朋友 來跟老師說 他是一個阿嬤 他說他看老師的做夢 87元 經濟不買 我覺得老師說這支股票 很好 對不對 未來也不錯 還有他多少賣 91元就賣了 恭喜他 91減 87 但是賺4塊錢 他就跑了 但是 他要去獄 他萬一 他還是怕在這裡去獄 是不是他的觀點 風險主人就是大了 但是老師 會員朋友 卡路那個阿嬤 賺4塊很高興 老師會員 現在賺多少 40% 40% 看好一支 239的心象 老師5月19 這目中 就大家說什麼 大豪 開始在掃股票 慢慢掃 走走走走走 這九仗股 慢慢賣 慢慢賣 香港賣太多 這個掌停板了 要想5月19 547塊 今天6月21 你看 頂部的觀點 655 547已經賺100塊了 今天 最觀點要到644 對不對 跟頂部655 差幾塊 11塊錢 什麼還穿過的機會很高 而且大家要想看看 暑假 寒假 都是他的旺寺 現在什麼要交易 現在要交易 就算了 再來7月開始 對不對 7月因素 什麼時候說 8月說嘛 但是你要等到8月才買嗎 當然也是要早買 你看大豪 什麼時候就買了 提早一貴 3月4月就在買了 對不對 5月大家開始注意 6月開始標 對不對 7月8月 剛好 露車 算了 那時候剛才看的消息 進入很好的 很緊急 公共 剛才都漏漏 好 還要記得 這張股票的插法是怎麼插 你要提早補強 跟大豪造成 你才會賺錢 我們看到一支 數碟數六的台藥 老師5月3日 那時候在說 那時候原創 波段高點 已經100塊了 已經來到100塊了 對不對 再來 回回來 回一個多月 到今天 大半半好嘛 170多點 再來 錢是不是還找到生技股 再來 7月是什麼東西 生技月 7月底 南港 亞洲的生技大展 要開始 這些股票要開始 而且你看 進行 電池國 又高的 電動車 AI 是不是回來休息 回來休息 今天是不是 生技股開始起了 生技股開始起 它的想像空間很大 跟7月底 整天還沒什麼 進行都是有空間的 所以 這段時間 生技股 特別注意 你看今天 來到96.8 到100塊 3塊而已 現在還要過了 要記得 生技月要到了 不然這支而已 還有很多支 再來 3038的專台 老師這支 已經說 補在旁邊 3月 施工到現在 4月 20的時候 大家說什麼 川普亂高電 票錢早就知道 那時候30.5 整22塊半到30.5 要五十 跟今天的6月27 今天又衝 漲漲停板 今天 開半衝起的馬上 還有一個黑鍵 上癮線材 你的好朋友再來了 19年的新冠店 但是今天 出量了 大家注意看 出量了 出量了 4萬多點 要特別注意 不是說看老師的節目 這支好 馬上去買 小心 有風險 跟老師的來 比較快 照他之前都在裡面 老師在節目中 說幾次了 對不對 好再來 二叔叔叫的晶圓電子 老師三個二十的時候 跟著說 有大貨電的股票 不值得去 你看 這坡 電子過怎麼去怎麼衝 AI的時候就輪到他了 對不對 現在回答了 誰 掌拔他去 怕你 他也是 逆勢創高 五十八點 到他上方五十八點 差多少 六個銀 是不是要再衝過去了 大貨這兩天 再問完之後 他就要再衝了 對不對 他經理在過 瓦珠 投信 自行商 繼續買他就繼續去 因為他大貨要照顧 不用怕 老實說不用怕 你會覺得沒方向嗎 自己去看自己手頭的股票 再來 二三七他的台東 老師在台經濟診室 跟大家說什麼 上禮拜才說而已 大貨 大貨一陣前 肉粽一陣前說的 二十六年的新觀點 對不對 要想說大貨 一個禮拜來買幾萬張 2.2萬張 兩萬兩千張 你看 大貨是在做什麼 說是要炒 你看這坡 你看技術線型圖 大貨要炒完了 對不對 上坡你看炒四十左右 他要去盤整 這坡 就開始大貨的時候才開始拉起來 今天要多少 五十四點五 對不對 二十六年的新觀點 但是這樣就差了 你要想好 台灣 電力現在是怎樣 能夠省電 一月到五月用電 跟近年比起 是比較減少 但是 台灣有一個弱點 等一下 電網不穩定 所以台東不是一個強冷電網計劃 有沒有 分幾年去處理 但是現在還沒做好進行 隨時風水超動 給停電 再來 我們的再生能源 太陽能部分 電全部發電槍 發電力 多少 兩三一 你想想看 七月分 要搞 風胎是不是要來 對不對 是有後雷震雨 有後雷震雨 要怎麼發電 是不是瞬間 欠電 那都是有可能的 來時 這是發生 人家的儲能概念 繼續唱 特別說 有大海在照顧 大馬路來 他也沒在怕 我們再來 看 英雄一三中心電 同樣 六月二十月 上禮拜 拜三 斷光浙進言說的 我們說什麼 外主 各個買 六月 十四盒到二十盒 差不多一禮拜 他買四%的股份 他買四%的股份 這個時候 已經差到這麼高 對不對 四五十已經差到一百三百十了 他還要買 你在想 他在想什麼 他就是要繼續炒掉 所以他只要去買 他就一直去 他怕你收一個黑價 沒關係 去到睡幾天 台灣隨時欠電 他又來了 對比說 現在已經冬天 但是現在 不好意思 現在是夏天 最需要用電的時候 他的機會 就是一直滴滴的 他一直滴的時候 你看他黑價 死亡交叉 你就是要 好好把他的機會 對不對 你如果對你的股票 導遊朋友 你如果不知道 要怎麼買 都不知道 沒關係 還是看老師的節目說 這機很好 很好 還是要怎麼樣 沒關係 跟老師的來問老師 什麼時候這是 好的美點 老實告訴你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拜拜 好 煩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的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击第二份薪水